宇宙是一团活气 你要不活 你是病了 你有了问题了 我们的身体 身心是一团活气 人健康长寿 如果不活了 问题就出来了 活跃 你看它 欢喜加香 你看到这个人的脸上 表情的时候 是有烦恼忧虑 他身体一定有病 你看到他欢欢喜喜 活活泼泼 像小孩一样 他哪里会有病 像纯阳之体 这个纯阳之体 如何能够保持到 老而不算 自信的德行 就是仁慈 伯爱 仁慈 伯爱是信的 自信里本有的 所以 每个宗教都讲爱 那个爱 不是感情的 是智慧的 感情的爱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它会变 智慧的那个爱是 永恒不变 真正明白了 搞清楚了 你一定会深处 感恩一切众生 本来活目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宇宙是一团活气 你要不活 你是病了 你有了问题了 那我们的身体 身心是一团活气 人健康长寿 如果不活了 问题就出来了 活跃 你看他 欢喜下降 你看到这个人脸上 表情的时候 是有烦恼忧虑 他身体一定有病 你看到他 欢欢喜喜 活活泼泼 像小孩一样 他哪里会有病 像纯阳之体 这个纯阳之体 如何能够保持到老儿不帅 功夫 活到一百岁了 还像儿童一样 那么样的天真浪漫 那么样的活泼自在 这是佛法的受用 是传统文化的受用 你真学的真是如此 身心清安 他没有烦恼 他没有忧虑 什么复杂问题到面前 智慧解决 记住 他不是用知识 他用智慧 所以 永远是感恩 一切 感恩一切人 对我好的人 我感恩他 对我不好的 我还是感恩他 为什么 他成就我了 没有这些经济 到哪里去学习 感恩所有的动智 肝根山河大地 所以我们每天拜佛 最后一拜 拜谁呢 拜舍方刹土 微臣世界 感恩大地 受方刹土 微臣世界 那是无量无边 全是自信变现的 一定要晓得 本来何目 所以星球在太空面行 何目 他不会想撞 他寻着一定的轨道 他一点不会查错 但是要知道 如果人心要乱了 胡思乱想了 星球可能出轨 如果星球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怎样帮助他呢 恢复真念 我们这个拨给他 就能影响他 纯正的不 纯净的不 会帮助他 修正他的轨道 这东西不是选学 在佛法上真有理论 有道理跟着 何目相处 平等对待 我们 最重要是人私环境 跟人 跟人 怎么能处好 别人对我不好 我能够用 活目对他 平等性对待他 这才能改善 他对我不好 我对他更不好 他对立了 那你永远就对立了 这里会产生矛盾 产生冲突 冲突在提升 就斗争了 这个斗争在提升 现在就战争 现在战争 核无生化 这还得了吗 和平从哪里来 和平从自己内心 觉悟了 和平就来了 不觉 和平永远不会到来 所以对人 要互相保障 要互相尊敬 互相信赖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助和助 中国古人讲的 顿轮尽分 才能做到圆满 这才像个人 人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这几条 做不到 都不像人 或者不像一个正常的人 像佛菩萨是正常人 中国古人讲的 圣贤君子是正常人 这些正常人 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 所以 无造 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 没有造作 没有造作 这个无造业 跟中国道家讲的 无为 很接近 无为而无所不为 佛家讲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就这个意思 贡献给社会 贡献给大众 决定不鞠躬 心里面说 若无其事 做了好像没做 一样 永远保持清净 平等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佛的智慧是这么来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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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五刀